店家霸占人行道 把货物堆好堆满 完全剝夺行人的通行权益 还有店家直接用木板 把人行道包覆起来 让人误以为这是私人土地 三种区之强路一段 两侧人行道几乎被店家占据 民众只能被迫走上马路 与车争道 险象还生的情况天天上演 前面那边的那个红砖道都没有问题 但是来到一段的时候 发现这已经被占据三四十年的那个红砖道 那么有很多老人 他们就是退休了以后 他们有领那个半年的补助 健保半年的补助 或者是他的那个敬老金 或者是他每个月的一些补助 他们必须常常经过这里去邮局 但是去邮局的时候 因为没有红砖道可以走 所以就走这个 路越来越小然后就是很危险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儿接获里长陈勤 召集相关单位会刊 除了要求地震局 厘清土地归属外 也希望店家能主动把行人专用的人行道 归还给民众使用 如果是公有地被占用的话 那当然人行道没法做 一定要来做 那么如果是私人的地 当然我们是没法做 所以这个部份 如果我要邀请我们市政府 包括我们的地震局 地震局 地震局也要去了解 到底这人是他苏联的 还是公的这个部份 要厘清 那如果私人的就没法讲 公的话当然要做人行步道 大家都要配合 所有人可以行走 自强路一段目前正规划 重新施作人行步道 李翁月儿希望市府各局处 密切配合 伸张公权力 终止其头和人行道 被占用的乱象 还给民众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 记者伦宏 陈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